刚才提到内房的问题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 不是恒大能不能持续 而是害怕系统性风险 第一就是其他内房企业 会不会相计倒闭 还有就是银行 还有有投资他们的企业 其中一个就是招行 其实大家都担心他会受到影响 投资者梁小姐就说 他有招行的 3968 他就60元入 他打算长线收息 还能不能继续持有呢? 还是你觉得应该止蚀呢? 其实这些类型 间接是一个风眼类型的股份 一定会有一个连锁的反应 所以你看到 譬如在SARS股当中的时候 明远云倾向多一些内房的业务 他的股价一样是沽了下来 所以暂时去看 其实招行的系统性风险 可能未必是想象中那么高 大家因为一个恐慌的情绪 所以沽了下来 所以暂时去看 如果看到倾向有一个反弹的状况 就像今天一样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是上去58元甚至6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沽了先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因为始终大市气氛比较弱的时候 其实不排除恒指会的沉底 招行始终已经入了恒指成份股 可能大市气氛都会对他后续的股价有一个拖累 就会在这儿了